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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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歡迎收看時間密碼 今天是禮拜五 下跌64點 現在最後一盤戳是戳45點 一點點而已啦 對不對 4天漲了600多點 620點 回個六十幾點 四十幾點 沒什麼嘛 怕他不下來而已 怕不下去而已 有下來趕快買 但要買對 要買對 今天節目一開始 先跟大家報告的 禮拜天的糧場講座 禮拜天早上我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糧場講座要告訴你 選舉行情首部曲 首部曲什麼意思 你沒來聽你就不知道 我專門在研究時間密碼 在選舉行情有固定的公式 總統選舉從選前三個月開始 這次投票是1月13號 選前三個月就是今天 10月13號 開始進入首部曲 緊接著二部曲 三部曲 四部曲 到選後進入第五部曲 五個階段都有固定的走勢 我演講會中跟你說 同時我拿連續七次的總統大選 李登輝總統的選舉 陳睡扁選了兩次對不對 馬英九總統也選了兩次 蔡英文總統也選了兩次 總共七次的總統大選 到底是怎麼樣走 幅度規模有多大 我讓你看 看完之後你就不會三心兩意了 你就敢買 敢買敢爆你就賺得到錢了 所以這堂講座很重要 這點有演講很重要 開始進入首部曲了 到底會怎麼樣走 這波選舉行情會去那裡 我演講會給你看 看完之後 你就有信心你就敢買了 禮拜天早上台中下午台北 你如果知道報名專線的 你可以一邊打電話報名 一邊聽我分析 如果不知道報名專線的 等一下廣告時間記得 趕快打電話進來報名 要加油喔 要拚喔 你不拚沒有機會 拚了就有機會 我們這次全力在拚50的目標 現在已經開始一檔一檔達正了 已經三支了 三支了 今天又漲停板 101%了 三支第二盒 今天也是漲停板 109%了 天域 125標到290 最高292 我們290賣掉 有沒有50% 我一直在兌現我的承諾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 底部開始起來的股票 要好好掌握 加油啦 要拚啦 沒拚就沒機會啦 昨天美國股市下跌 道琼跌173點 納達克跌0.62% 費城包體小漲0.31% 因為昨天發佈9月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 年增3.7% 市場預估是估3.6% 那8月份是年增3.7% 跟8月份差不多 美國的物價一直壓不下來 沒有辦法到達預期的標準 主要原因是什麼 油價的關係嘛 因為油價9月份大漲 所以導致於整個物價 又被稍微推高了一些 我跟你講啦 10月份 美國的通膨一定會降下去 為什麼 因為最近影響物價 最直接就是油的問題 9月油價大漲 可是10月開始油價已經崩跌了 10月份油價崩跌 所以到時候 下個月發佈10月的CPI 一定會降下去的 一定會降下去的 很多事情你要前瞻啊 你要領先市場看到未來 你才會知道會怎麼樣變化嘛 對不對 不然你只是在看眼前 有今天沒明天啊 美國股市的部分 我的分析一向都很準啊 你看我當時跟大家預告 道瓊在35679點的時候 我跟大家預告 至少跌三個禮拜 至少跌三個禮拜 解完之後是不是下來了 我講的時候在這裡 是不是下來了 上個禮拜我特別跟大家談 漲46天 接下來第46天會反轉喔 剩最後兩天而已 果然講完之後 兩天就正好是兩天 道瓊漲了六百多點 所以正好漲46天 拉回修正46天 所以美國也開始正式進入 上漲46天的週期 澳邊越高越高 美國現在預期 11月升協機率 已經降到剩15%而已 有85%認為11月不會升了 所以美國股市接下來 開始進入上漲46天的週期 所以對台北股市的影響 對台北股市的推動 會更有幫助 上個禮拜三 上禮拜三 大跌180點 大家走到要死 林合研直接告訴你 真強喔 不要判斷錯誤 很強勢的格局 趕快買 你看當天誰敢這麼說的 上禮拜三六百八點還記得嗎 趕快走到沒人敢這麼說 只有林合研告訴你 趕快買 這是強勢的格局 講完之後 禮拜四 開始大漲 禮拜五繼續漲 雙十節過完之後 禮拜三又漲151點 昨天又漲154點 短短四天時間 台北股市漲了六百多點 上禮拜三大半的時間 誰敢說 只有我敢說而已啊 我沒有在賭行情啦 我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 我不可能會這樣講的 大盤我的分析一直都很準 而且都會事先跟你預告的 你看當時也跟大家預告 會再下來喔 會再下來喔 因為時間還沒有走完 講完之後 四天跌了六百點 四天跌六百點 破底 很多人開始看空 我提醒你 注意反轉訊號喔 時間夠啊 講完之後 快點快點走高啊 這段期間 國際股市在跌 台北股市為什麼能夠撐住 政府在給盤子的嘛 我一直提醒你 在選舉啊 政府在給盤子的 台北股市很強 你看講完之後 是不是撞起來了 是不是撞起來了 選舉行情開始動了 選舉行情開始動了 我講選舉行情 已經講了一個多月了 我已經講過多少了 對啊 全市場只有我在講 選舉行情而已 其他沒有人在講 為什麼 他們沒有研究啊 所以他們不知道 什麼叫選舉行情啊 人家早就傳在等 早就傳在等 早就準備好 要開始拉台了 就在等國際股市回穩而已 一旦國際股市 開始回穩 那麼整個盤就會 開始衝出去 去那裡知道嗎 我知道 我有研究選舉行情 我知道 所以這個禮拜天 早上台中下午台北講座 要來聽 我會讓你看到這一波 至少長到哪裡 人家要做得越好 當然越好嘛 可是至少的目標 我會讓你看到 這樣你心定下來了 你才敢買 買了之後你才敢報 才不會美式行情 稍微一個回檔 大家又走到待會買股票 那股票破不了 哪有可能會賺大錢 對不對 所以這一場演講 一定要來聽 要安你的心 更要讓你賺大錢的機會 更要讓你賺大錢的機會 我早就跟大家講過啦 選舉行情重點 AI真教族的 開始搶頭 AI真教族以上 就是台積電嘛 沒有台積電就不會有AI嘛 對不對 台積電上個禮拜 跌到五百億數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預告 翻轉了喔 翻轉了喔 市場上沒有人在講台積電啦 第一太大股 第二外資一直賣 所以沒有人在講台積電啦 只有零天在講台積電而已 你要聽台積電 你要做台積電 你跟我做 你要聽台積電的 每天聽我講 你看說完了是不是開始了 五百億數我說翻轉了 是不是開始了 今天也是台積電撐住啊 今天最後小碟43點 也是靠台積電撐嘛 起三塊錢 日月光撐住 聯電撐住 聯發科撐住 都靠一個大小的當地的嘛 對不對 台積電 你看既然已經五百五十四了 是不是五百億數上來了 我在這裡就跟大家預告了 台積電反轉了 是不是八起來了 我昨天跟大家講過 台積電會來供六百喔 會再來衝六百喔 那六百二十如果一過關 拿到二十多關喔 看好不好 六百二十如果過關 台積電 看有喔 看得懂就夠了 不用我再多說 這一次政府買最多 在聯電 政府買最多在聯電 連買五十張 連買五十天 買了十一萬張 為什麼 因為外資在賣台積電 政府沒那麼傻啦 就跟外資硬碰硬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外資賣台積電 政府就互聯電 所以台積電破底 聯電撐住 聯電撐住 為什麼撐住 政府在負責的嘛 那既然政府買了十一萬張 那這個就是選舉指標庫的嘛 所以我跟大家講過 三重底一過關 這個議員的平台這點更快喔 現在就差了一步而已 就差了一步而已 搞不好下個禮拜一個開高 反射就衝掉了 所以要注意喔 你看外資一歸隊 禮拜三外資歸隊買兩百三十一億 馬上買聯電四萬八千張 馬上買台積電一萬八千張 人外資很聰明啦 他看政府在顧聯電對不對 回來當然跟著政府走嘛 你政府買了十一萬張 我跟你走就對了啊 所以外資也跟著一起加持進來之後 聯電這後面 本來低價股 低價股本來又比較會飙嘛對不對 昨天外資又大買兩百三十九億 常農行一萬四千張 台積電一萬兩千張 鴻海一萬一千張 鴻海外資也連買三天喔 聯電七千兩百五十一張 像我講的股票 是不是都是我講的股票 在外資還沒買的時候 我都開始講了 外資一歸隊也是買我講的股票啊 因為我太了解外資了 現在鴻海還沒漲 鴻海去比較少 要不然衝出去 下個禮拜要注意喔 下個禮拜 回答老闆要來台灣訪問 重點就要去鴻海 重點就是要去鴻海的工廠 所以黃仁勳來了之後 會不會帶動鴻海衝出去 要注意 所以為什麼外資最近 連續買了三天的鴻海 人家在想什麼 對不對 人家在想什麼 跟選舉有關的股票 選舉得好 去年縣市長選舉 標了五百六十趴 今年還沒動 我就開始跟你講了 要不然的頂端我就開始講啊 每天講每天講 每天讓你看到它的過程 你有買嗎 我每天都在講 已經講了一個多月了 你隨時買隨便買 閉著眼睛買 都會賺錢 而且賺大錢 我前兩天跟大家講過 要噴出去喔 衝出去了 昨天漲停 一百八十三趴了 今天又漲停 今天又漲停 一百零一趴了 我想從下不開始去我就講了 每天講每天講每天講 我雖然沒有開白 你們都知道我在講什麼股票 已經一百零一趴了 去年標了五百六十趴 現在一百零一趴 後面還有政策喔 今天行情下跌 人也是開半一趴就漲停辦了 有買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最標的股票 尊敬第二 去年兩個月標了一百七十趴 今年要不上當 要不上去我就開始講了 每天都讓你看 每天都讓你看 有沒有買 有買嗎 過一個二趴 禮拜四漲停板 九十一趴 今天一樣 插一跳漲停板 今天插一跳漲停板 一百零九趴了 一百零九趴了 每天講每天講每天講 你隨時買 隨便買 閉著眼睛買 都可以大賺的 你有買嗎 我在講三個股票 你們都知道 我不想開啦 人在插股票 我們不要再讓人影響 我們經常跌的就對了 去年標了一百七十趴 現在一百零九趴 後面還有的喔 後面還有的喔 現在選舉第三好趴了 選舉第三好趴了 去年選縣市長 他也飆了一波 那最近 打底了 八個多月 打底了八個多月 也開始來了 這第三好的 這家公司政黨關係相當好 現在也開始了 去年也是這段時間大了 現在又開始來了 所以選舉行情其實早就動了 人家關鍵的股票 早就在衝啊 只是大部隊還沒有動而已 那大部隊現在開始動了啊 大部隊開始動了 會有更多 從底部的股票 開始起來 林何彥從來不追高 每一檔股票都從底部 開始買起 你們看我的節目看過了 你們知道嗎 漲高的股票有一次不碰 會想買大部 你才能夠輕鬆賺三十趴五十趴 天玉也是啊 我們從底部開始買的啊 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對不對漲停 又漲停 拉回叫你趕快買 買完又繼續漲 繼續漲 兩百八十一了 這個 上個禮拜 兩百九出清 對不對 上個禮拜 兩百九出清 這樣一二五漲到兩百九 一二五漲到兩百九 這樣有五十趴嗎 有沒有五十趴 你看我賣掉之後是不是掉下來了 現在兩百六七 我兩百九賣的 差兩三塊 有沒有代進代出 有沒有代進代出 還有一檔檔底部的股票會起來 後面兩國要拚喔 要拚喔 要拚喔 要拚還要拚 未來兩個月 跟零天也一起全力打拚 利用現在一季的費用賺一整年的活動 我們一起來合作 剩下一個便當而已啦 不要硬小事大 等一下廣告時間 先打電話進來報名 禮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講座 選舉行情守不取 廣告總統付電話 今段廣告 休止晚上回來 我們力圖台灣放眼世界 每個數字的跳動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資決定 與非凡商業台並肩作戰 才能看得更遠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平行人生每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欢迎到现场 今天最后小跌43点 四天涨了600多点 小回个43点 还是真正啦 行情踏踏不下来 有来金举就对了 参加行情开始在走 你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讲 礼拜天早上台中下午台北 选举行情首部曲开始动了 这次选举会涨多大幅度 我会告诉你 我让你看连续七次的总统大选过程 看完之后 你就知道会涨到哪里了 这样你心定下来 你敢买 抱得住 50%你就有机会赚到 50%你就有机会赚到 所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你看选举台 要不过去就开始讲了 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101%了 有50%吗 整个过程你们都看到了 对不对 参加第二号 要不过去就开始讲了 昨天涨停 今天 插一跳涨停 109%了 有50%吗 你们对信我的承诺 现在参加第三号也出来了 去年选县市长的时候 他也飙了一波 打了9个月大底之后 要开始订阅了 这后边 会不会像这个一样 会不会像这个一样 第三号出来了 林和彦只买底部的股票 从来不追高你们知道 对不对 天润也是啊 120 130 140一路买 290 卖出 这样50%吗 带你进我都会带你出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会容易达成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不要因小失当 不要因小失当 而且我只买赚大钱的公司 业绩差的 我不会去碰 一定是赚大钱又是底部的 你看金顶 是不是底部的 碳能的股本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才没问题 已经站起来喔 颈线站上去了喔 大底已经完成了 这随时的穹喔 我是赚着这种赚大钱的股票 碳能的股本 底部 是赚着这种股票 9月营收都发布出来了 上市贵3.63兆 今年单月最高 主要大成长的产业 细晶圆 无城市 汽机车 航空股 这四大产业 是9月营收 爆发力最大的 你看环球经 9月营收历史次高 440几块就可以说了 今年赚4个股本 百比10倍而已 是不是赚起来啊 大底要喷出去了 是不是也是底部 赚大钱的个股 对 中美金 9月营收也是历史次高 140几块来年拿钱了 是不是开始起来 也要冲出去啊 也是要冲出去了 一档一档都是底部的股票 尤其都是赚大钱的个股 无城市 无城市去年跟今年 业绩都大爆发 这里面亚翔已经标了两倍了 盛辉标了65% 彭义标了51% 反而最赚钱的汉堂 只有19%而已 政府护盘连买45天 营收发布出来 9月营收暴冲156% 年增86%创历史性高 人们现在手中 600亿订单 垮住在那 600亿订单握着 随时完工随时会入账 对 20天 18天 16天 14天 15天 什么意思 每个小波段 至少三个礼拜 所以这也冲出去 这也冲出去 要注意 机车股的部分 汽机车的部分 你看玉龙汽车 营收发布完之后 玉龙开始飙了 中华汽车 9月营收也大爆充 这Double也出来了 这个底部也出来了 这底部也出来了 这随时也冲出去 随时也冲出去 一档一档都是底部的股票 山羊工业 连续17个 连续17个月 销售冠军 汽车卖的也不错 涨了一倍之后 现在押回来 底部要出来了 我没时间讲了 演讲会场上面 跟大家讲得更清楚一点 打算进来报名 礼拜天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讲座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证券 普普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宣评估 因此付投资风险